中華風的肉醬義大利麵 麵吸收了醬油的香氣跟鹹味在裡面 整個肉醬也有這種醬香味 整個吃起來很濃郁 但是不會過鹹 梅子這種微酸 跟著這個沙拉配在一起 非常的搭 輕輕鬆鬆的不到20分鐘的時間 兩道菜就把它給上桌了 又開胃 然後又厚重 暑假不再是小朋友的這個 算是佳節了 只要我們好好的利用這個時間 我們的休息時間就變很長囉 歡迎收看 Titan餐桌帶你飛 暑假是小朋友的天堂 但是是爸媽的噩夢 每天他們就處在家裡面 我覺得對大人來講 要怎麼樣去應付這些小朋友 就是說 想要有更多的時間來讓自己休息的話 那我們就要用更快的時間 去做好這道料理 今天我來教大家做這道 中華風的肉醬義大利麵 利用大概20分鐘的時間 把這道菜呈現出來 中華風就是強調所謂的色香味異形 這些意思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上網去查一下就好了 我覺得一個重點是 我們要如何做到中華風這件事情 就要邀請到我們那個小幫手 就是我們的這個黑豆上的後黑筋的醬油 就是他 只要有他不管任何的料理 用到我們黑豆上的後一斤醬油 就可以做到我們的中華風了好不好 大家都知道煮意大利麵的時候要加鹽嘛 如果你不知道為什麼要加鹽的話 你只去看我之前的影片 就可以告訴你為什麼要加鹽 那要不要加油 這個我都在裡面告訴你 但是 今天我在水裡面 我不要加鹽 我要讓它有中華風的風味 所以我直接加醬油進去 取代了鹽的部分 又增加了一些香氣 我們後一斤醬油 因為他就是用高粱去取代了這個小麥 所以你這種膚質過敏的人 是可以吃的喔 然後他也是用這個非基改的黃豆 去做成的 所以吃起來很健康 那他是用這種天然菌 靜置釀造發酵而成 也沒有那種化學的那種 快速度的那種合成法 靠著這種骨髮煉鋼的方式 一點一滴的把它給做出來 那這時候我們就把我們義大利麵 加進來 煮一樣大概六分半鐘 這樣子我們的義大利麵 就會很有中華風的這個風味 這邊煮六分半的時間的過程中 我們就來煮我們的醬汁 但是你要確保你的醬汁在六分半以前 一定要完成喔 好不好 我們要讓醬去等麵 不要讓麵去等醬 今天我們現在都用乾煸的方式 我覺得就是讓他吃的稍微健康一點 今天只要三分鐘 三分鐘是不是 好好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肉就進來了 反正我在那個 行燃的時候都五分鐘就可以把它菜做好了 洋蔥下來 香氣完全出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加米酒 那這個時候我們想要一點點醬香味 把它從旁邊滑下去 用旁邊這樣子滑下去的這個香氣 會比較煮 番茄醬 加進來 我們再加一點點這個煮麵水 所以煮麵水這什麼 欸對 煮麵水 在B1 B1 B1的煮麵水 好 加下來 結果那瞬間也可以爆香啦 我們這邊直接加進來也可以 帶一點點糖 胡椒碎 這時候我們就讓他微煮一下 香氣很棒喔 誰知道 剛剛好 我們就把麵撈起來 我去B1一下 好 我們就把它加進來 六分那就熟了嗎 其實這個時候大概七八分熟 我們要讓他吸收醬汁的味道 所以不要讓他煮到全熟 把醬汁吸進去剛好九分熟 這時候我會加上一個我的秘密武器 就是這個 薄皮辣椒 超開胃的耶 加這個裡面哇 味道棒 剛剛說20分鐘要做這道菜 這道菜好像做完十幾分鐘差不多就做完了 還有多的時間 我來做一個這個水果沙拉好了 再開開胃嘛 那我今天用到我們這個黑豆賞的梅子醇 來做兩個沙拉醬 我們梅子醇是用百分之百的水果釀造 不含防腐劑 這樣今天我們要做這個沙拉醬 做涼拌 或者是你要加的水去稀釋來喝 都非常的好 我們今天就來教大家做一個優格的沙拉醬 加上美乃滋進來 然後我們加上我們的梅子醇 如果又自己套水喝的時候 大概一比七或一比十 這個醬汁就完成了 現在我們來做第二個醬汁 做這個梅子醇的油醋 今天我讓它味道重一點 正常的比例是一比三 一的這個梅子醇 三的橄欖油 今天用到味道重一點 我們就用一比一 那我們這邊就把它攪勻 這樣子我們的麵跟沙拉都做完了 就可以來吃飯囉 試吃一下 它到底前面沒有加鹽 然後它麵的味道吸進去嗎 非常的足 麵吸收了醬油的香氣 跟那個鹹味在裡面 整個肉醬也有這種醬香味 整個吃起來很濃郁 但是不會過鹹 這個真的蠻好吃的 優格的吃 優格的吃 那我們現在來吃一下沙拉 嗯 吃不明也是很享受耶 夏天吃這個太開胃了吧 梅子這種微酸 跟著這個沙拉配在一起 非常的搭 優格醬也是 因為它被美乃滋跟優格 綜合了這個味道 所以吃起來可能感覺不會那麼酸 但是梅子的香氣很足 我覺得兩個醬是搭在一起 蠻好的 我們用到了梅子醇 跟我們的這個厚黑筋的醬油 輕輕鬆鬆的不到20分鐘的時間 兩道菜就把它給上桌了 又開胃然後又厚重 暑假不再是小朋友的這個 算是佳節了 只要我們好好的利用這個時間 我們的休息時間就變很長囉 那我們Titan餐桌帶你飛 下次再見囉 掰掰